所以我們晚上出去玩玩玩回來之後呢 就是有學妹也跟著來睡我們的房間 就是我們的男生宿舍的房間 他們喝了酒之後覺得有點意猶未盡 突然提出了我想玩國王友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輪已經有點over的國王友 他就說那我要7號來摸3號的下面5秒鐘 抽了他說我要這個3號打到X 欸欸你用字可不可以好一點啊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下一段故事呢發生在我大學 以下內容未滿18歲不收聽 如果想說真的的話請記得 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請你用字禮貌OK OK用字一定禮貌好不好 一定禮貌 我們先講第一段 Part1不是老闆娘的故事 Part1 你知道我大學的時候我在大四的時候 遇到了當時就是他們剛進來的小大一 我跟大一的學弟妹們混得很熟 我記得那一次就是我們晚上就出去玩夜遊 我帶著他們去到處亂玩這樣 那回來之後就當然你知道睡男生宿舍嘛 就我們就跟著睡男生宿舍 那我們男生宿舍呢總共有3棟 我們那一棟呢叫做碧海樓 隔壁那一棟呢叫做藍天樓 藍天樓就是女生宿舍 我們睡在碧海樓的1樓 旁邊就是女生宿舍 他們有門可以直接進到我們房間來 所以我們晚上出去玩玩玩回來之後呢 就是有學妹也跟著來睡我們的房間 就是我們的男生宿舍的房間 他們喝了酒之後覺得有點意猶未盡 所以我們在房間裡繼續的喝酒作樂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學弟突然提出了我想玩國王遊戲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輪已經有點over的國王遊戲 一開始的國王遊戲只是簡單的 比方說3號親國王一下 後面嚴重的來了 越玩越誇張了 就後面開始 國王就國王是男生抽到 OK男生抽到之後就 他就說那我要7號來摸3號的下面 5秒鐘就開始有這種 有一些就是肢體上性器官的接觸 就是開始有這種的 再之後就是那一天 國王抽到是一個學弟 國王是女的還男的 國王是男的 他就是故意抽了一個女生 抽了他說他說 我要我要這個3號 幫我打XX 打到XX 我沒有騙你 你用字可不可以好一點啊 我希望這個3號呢 幫我這個跑皮兒 爐管 幫我跑皮兒爐管 爐到岩射出來 於是呢 這個我們那女生一開始還不太肯 但是呢 兩杯黃湯下肚之後呢 就躺在了這個宿舍的上鋪都是床嘛 所以呢 他就在這個其中一戶 其中一個學生這個學弟的床上 就是跪在那個床上 這個國王呢就躺在那個床上 然後躺著呢 那個他就這樣幫他擄 擄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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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擱擱擱擱擱 在擄的時候呢 這個學弟說 哎 你別這樣擄啊 你擄的這不對啊 你擄著我 我射不出來啊 等等等等 你躺著你躺著 來 於是呢 他就叫這個學妹呢躺著 他跨坐在他身上啊 然後叫那學妹來來來 你用胸部給我夾 哎 你給我夾著我擄 這樣子擄的 我擄得比較快 可以比較讓他快出來啊 於是呢 這個學妹呢 就躺在床上 啊 衣服掀起來 啊 不要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OK 可不可以再 實情化一點 反正呢 他就這樣夾著嘛 你知道就是 就是這個熱狗寶的概念嘛 給他夾著 夾了之後呢 夾了之後那個學弟 哎哎哎哎哎好像有點感覺了啊 還有點感覺了 這個擄啊擄 這個擄啊擄 結果 這個到處 到處亂射呀 這個射出來 射了那個學妹滿臉 啊 啊 啊 灑水灑水 你知道就床單 枕頭也濕了啊 頭髮也濕了 臉也濕了 褲也濕了 但是重點是 那不是那學弟的床啊 那是另外一個學弟的床啊 他說我操咧 你他媽是 不是 你怎麼撒水怎麼撒在我床上呢 我吵架我怎麼睡覺啊 這 你知道開了這個頭之後呢 這些學弟們的食髓之味 後面幾次咱們出去夜遊的時候呢 都會有幾個學弟 把這個女生 這一位 這位學妹呢 拉到 拉到就是比較陰暗的角落 然後我跟他說 冷靜 聽說你上次啊 有幫那個 那個誰啊 跑皮兒 爐管是吧 那 我也想給你擄一擄 來來來擄 擄啊擄啊 在海邊 防波堤的那個硝波塊旁邊 擄啊擄 兩三個人在那擄啊擄 因為我們晚上去夜釣嘛 釣魚就 總會看到幾個人就 落單 落單了就去擄啊擄 擄啊擄的 這是真的呀 沒開玩笑 後來呢 我知道他們有這種行為之後呢 我嚴厲斥責 我覺得 你們這樣不行 整天擄啊擄的 於是我就直接約那個學妹到我家 我直接給他X了 放過之後呢 我帶他到我家進行深度的學術研究 進行負距離的交流 我跟他說 你這樣子不行啊 你不能整天擄啊擄的呀 這樣子擄啊擄啊 這些同學們會被你擄壞的呀 來 有本事衝我來 我處理 老娜的 啊方丈這隻法丈呢 是有練過的 來 找學長 學長幫你處理 於是我把他約到了我家裡 我跟他說 你先去晉升 啊 晉升完之後來這裡 躺好 我來幫你消災解惡 於是我就 等他晉完身出來之後 我就跟他消災解惡了一番 除了這一番 我後面就再給他消災解惡了幾番 啊 後面的一段時間 我聽 經常找他這個就是 消災解惡 晚上 行 有需要 就打個電話給他 欸 二十 今天似乎 需要驅邪 啊 需要消災解惡 來你過來 你過來我這裡一趟 哇 你的故事好精彩 啊 那你故事應該講完了吧 當然啊 後面你知道 這些學弟都知道 這些學弟都知道 哎呀 學長常常 帶這個學妹去消災解惡啊 而且是 四處 到處都可以 發現我們這個就是 宣揚猴髮的蹤跡啊 不管是在體育館 的頂樓 中控室的地板上 還是在這個研究室裡面 還是在這個觀光景點的廁所 通通都有咱們的足跡 甚至在網咖 包廂裡 我們都有 宣揚紅髮 教哉解惡 哦是 那那那那那 這樣這故事應該是結束 非常的圓滿哦 非常的棒 好不好 謝謝您今天的分享 OK 啊 啊 還有嗎 我還有 還 當然還有啊 還有很多啊 不行不行不行 你這樣太多了 你對條件是太好 也是給太多是不好的 你懂嗎 但我想問問你 好 剛剛那個故事哦 就這樣子 那請問那個學妹之後是怎麼啦 學妹後來就是 一直到我畢業之後 去 當兵的時候 我還是有回去 跟她消災解 你當兵的時候不是就 堂姐嗎 堂姐那是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那時候在 澎湖 反正中間就是 一段荒隱 荒唐的 OK 就是過程 OK 咱們現在呢 回到我當時 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啊 你知道咱們讀這個體育系的嘛 啊 就是每個人身體都是 啊這個 體格健壯 他開著車載我 我們倆啊 躺在那車上啊 在車子裡看星星 我就想了 想不透了 看星星為啥 他媽的出去 躺在沙灘上呢 稱讚 我們オーバー 魚 好 太太 咱們